干吗不进去 干吗不进去 我喝酒了 算算味儿再进去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加班 你们那个电视台 钱没发多少 整天就让你加班 那怎么办 策划我不嫌你嫌 什么策划 学生时代你喜欢的那个人 现在怎么样了 学生时代喜欢的人啊 让我想想 第一个出国了 第二个出道 第三个出名了 第四个出家了 第五个上个月孩子刚出生 第 没规定学生时代只能喜欢一个 对吧 我好像没问你 对吧 同学会去吗 不去 不去 为什么 等你像你哥一样 有了众多前人之后 你就会发现 很多东西是去不得的 哥哥 你是我这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了 不行 我什么事都没说呢 你主动叫我哥 肯定是没好事 你陪我去同学会吗 不去 你就帮我一次嘛 我怎么没帮你啊 这个世界多危险 我比你早上五分钟帮你探路的 段叔爷莫回来了 他见他 那你就别去啊 那 我还想见其他同学吗 那就去啊 看看 看看 自己找的理由你自己都不相信吗 饿了 我早都饿了 好在昨天冰箱里我还溜了一块蛋糕呢 你 这世界上的兄没有狐狸行 相亲相爱行 两看生怨行 我和关朝 属于从小大到大行 别闹了下 你你 你 赵观潮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不回来吃饭 连个电话都不打 你如果觉得这个家 跟你没什么关系 那你就待在北京 别回来呀 妈 我去接乔依下班了 妹妹 救救我 蛋糕分你一半 全部都是我的 好 新买的PSP就我玩一个月 归你了 陪我去同学会 不行 这是原则问题啊 去 我陪你去 原则呢 我最大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 妈 观潮真的去接我下班了 妈 现在治安这么好 我这个当哥的 咱们能放心得下 妈 这样的哥哥 真的是我这辈子 最大的幸福 真的 当然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 同学会不去了 他 去不离你 你怎么总有 订阅这个 都在乱 到够了 你可能会搞什么 scenery 你可能会说 你会即使走 哦 你有经历这个 我昨天拽的是你的右手 赶紧换衣服 我在外面等你 赵光潮 赵光潮